今次是為了兒子生日蛋糕而出發 上網看到美麗華有一間很美麗的打卡蛋糕店 我儘管來試試吧 我的第一次成就解鎖學做蛋糕 首先店職完帶我走一圈 看看這裡有什麼材料 了解一下位置是怎樣的 在哪個位置拿到材料 焗爐非常齊全 穿好遺菌正式開始 其實這間店是怎樣玩的呢 我這些蛋糕白癡 原來是很簡單的 它是給你一個iPad 你選擇你想像的蛋糕 然後跟著iPad 好像打機一樣 逐個步驟 跟著做 它很懂得提醒你 要用多少分鐘 攪拌機的力度 要去到哪個轉速 所有材料的份量都放得非常準 它會把所有步驟給你 iPad就是你的老師 它還有一個這麼厲害的打卡位 我已經準備了我兒子的生日 的名字和日子 準備做完蛋糕就拿去打卡了 這個過程中我都很滿足 我又跟職員聊天 其實我都已經叫了他做老師 因為他們都是豐富 是相當之老度 他很懂得應付我們這些 完全沒有經驗的學生 借牆玩一下 我覺得都很好 因為真的不懂的時候 都會有人協助一下 過程都很開心 怎麼說呢 真的有個作品出來 那份成功感真的很棒 這個蛋糕呢 我就特地選了 是沒有雞蛋成粉 是一個素食蛋糕 寶寶也可以吃的 我做好之後 就馬上拿去酒店 因為第二天 我們就跟小朋友去本島酒店 慶祝他的生日 由酒店的雪櫃去托管這個蛋糕 直到生日會正式開始的時候 就可以品嘗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你就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